一个早餐吃二十几道菜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们现在在广州的荔湾区 今天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一家 超过145年的老月市茶楼 你看1876年开到现在 145年 然后点了一桌子的菜 烤年糕 萝卜菇 沙虾卷 韭菜饺 竹生汤 你以为我们两个人吃这一桌子吗 是为了方便拍摄 你看到我旁边 我们一堆的朋友 来个凤爪 他这个煎饺好大一个 这饺子里面满吃料 多点瘦了 这个就是他们的招牌 虾饺烧卖 走一个 其实想要体验一个城市的文化 就要去吃他们的早餐 你看 这广澳地区喜欢喝早茶都集出 一个早餐 他可以吃得这么红 这就是广东人的生活 懂你的生活 懂你的讲授 原来是这样子 他是在这个二楼吃 吃完了在三楼看戏 这里平均年龄已经超过了50岁以上 我很久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直接给现金 老婆这叫什么 真正的打赏主播 太晚了 这个就是这家酒楼的老板娘 哎呦很荣幸 第一次来就能看到老板娘 原来是我们这里已经有荣华楼 就已经有了 这里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原来他这里的著唱歌手是 你有才艺 你就可以上去花飞 我帮你小姐给帮我 哇 玫瑰好演员 玫瑰姐姐上台了 大家帮忙加油 我们的朋友 还有钱收的 我都想上去了 玫瑰 好好玩 太好玩了 好演 安哥 安哥 哇牛 好好吃 好好吃 我要买这个 这事让我们明白 一定要保留这种传统的 王府业绩文化 太牛了 加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广州还有什么好吃的 评论区告诉我们